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stay? 啊,听不懂啊 啊,你这个英语学品怎么出国呢? 来,我先帮你说 谢谢 for your school this is her visa 啊,OK, got it 出国为落地,海关会问你很多问题啊 比如说,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stay? 你知道怎么回答呢? 啊,我不会 嗯,那你有可能会被返回了 来,你先给你一分钟 我教你非常兴奋的海关英语 想不想学? 想学,想学 Let's go 出国为落地,海关问你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呢,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stay? 那如果你是来打工 你可以说 I'm here for work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来上学 那你可以说 I'm here for school 哦 是不是很简单呢? 嗯 记得这些所有的内容都在我的课程里面 好,下一个问题 你是打算来多久? How long do you intend to stay? 那如果一个月 你可以说 I'm here for one month 你想带多久? 我要带半年 简单 你可以说 I'm here for half a year 下一个 你会住在哪里? Where will you be staying? 那如果你住在酒店 I'll be staying at this hotel 那你可以再看你的hotel的资料 就可以了 你会住在哪里? 我和家人一起住 那你可以说 I'll be staying with family 我学会了 那如果你想学习更多 来我的直播间 我正在教 你会住该店 你会住在鹿子里面 你会住的海石